哈囉各位大家好 這一次的新活動是豐收 那這一次活動維持兩週 這上面寫的是一週六天又二十幾個小時 所以總共兩週 那豐收這個活動打法基本上也算是老玩家都會玩的 那如果你是新玩家的話呢 就聽我講解一下吧 那首先看到畫面上有五種 蔬菜 那分別是南瓜 玉米 蘋果 然後茄子 跟甘藍菜田 那這五種分別可以得到不同的獎勵 比如說像收集南瓜點數的話你會得到這個豐收組合卡包 裡面有我們這一次活動的球員 保證是105以上的 那第二個是玉米的部分 玉米的話主要是送金幣 那這個金幣呢 最高可以領到100萬 那還有一些綠色球幣的部分 那蘋果的部分呢 我個人是覺得還蠻吸引人的 如果你有在玩世界巡迴賽的話 那這邊非常多的世界巡迴賽點數 而且還有世界巡迴賽的球員組合卡包 那最後還會有直接送你這個第三巡的 也就是我們最新亞洲巴西那一輪的 這個組合卡包啊 那茄子的部分我相信大家可能沒有特別想要集吧 因為品嘗這些東西都送蠻多的 就是超級巨星的碎片以及球星能量的部分 那最後一個應該也算是這次活動蠻吸引人的 這個是百里挑一球員精選 那應該就是有很多111球員囉 那看起來如果 你全部集完可以拿到幾張勒 123456 可能有6張111的球員 去做選擇 所以你如果6全部打完的話 直接拿到6張 111球員 有興趣的話可以來集一下 那 除了各個蔬菜水果的點數之外呢 你還會拿到這個 種子 種子的點數 那收集種子點數呢 主要是獲取一些加成球員 並且趕快把它擺在陣容上面 那這次活動呢 最主要最主要最主要 要收集的是總評來到112 112的球員 那拿到112球員之後勒 你可以再拿一個 普世爾 這個收藏品 並且 把它拿去合成可以換成大師的升級版本 那我們這次的112球員呢 很多啊 那如果 看一下喔 如果你集到最後面的話 是不是還會有個最大獎的部分呢 哇這次要收集可以收集很多東西啊 那這次最終大師 如果你全部都集完的話 超猛 猛到一個炸 Bill Russell 哇終極大師 OK 114的部分啊 哇 這應該是目前活動 看到最高總評的了 好吧 那各位就盡力吧 那我推薦的打法應該是 首勝都要先打一遍 然後打完首勝多餘的體力 再去進攻你所喜歡的 蔬菜水果 的部分 去做一個重複 的動作 好 那 欸合成的部分 喔這些大師啊 Devith Thompson Andre Drummond Chris Webber Russell Westbrook跟Kevin Durand 那他們都是要得到一張 112再配上 普世兒 那你們會好奇什麼是普世兒嗎 普世兒就是 英制的 容量以及重量的單位 他主要是在英國美國 會使用 那主要呢 是要量 度量 乾貨 農產品的重量 那 一普世兒呢 換算一下是 36.36 升 OK大概是8加輪 好吧 講完那麼多 我們還是不會去用到這個單位 所以 各位就聽聽就好 然後 在這個商店的部分呢 廣告看起來 可以拿到種子 那比較特別的是這邊有一個5萬塊的部分 是可以抽這個 我們的蔬菜 直接100顆好不好 那機率呢是完全相等的 那你有多餘的錢呢可以拿來抽一下 那我這邊呢就抽給大家看一下 南瓜 OK 那南瓜的話應該是送我們105以上的球員 這次活動的 來看一下吧 107還不錯 有10%的總齒加成 那我們就 我就把錢全部砸了好不好 金幣 再賺就有了 蘋果 OK 再來 喔白菜 欸不錯不錯不錯 111球員的 部分 OK 那說實在啦 5萬塊 各位自己衡量一下 不然蠻貴的啦 我要破產囉 OK OK 那大概是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子 那今天登錄獎勵是送一張嘛 哇 好恥啊 我直接抽到110的Jaren Brown 真是 太猛啦 那這邊你可以看到一些球員 這是大師 然後這是一些 有種子加成的球員 大概是這樣子 那以上是我們新活動 豐收的部分啦 那這一次的LIVE通行證 喔 112的 Joe Harris OK 還有高級的那些的 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買一下啦 那這次豐收活動呢 就介紹到這邊啦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也別忘了 這邊有一個 熱身點數的關卡 跟金幣關卡 可以玩喔 那我們就 下次見啦 拜拜